每天五分钟 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 荒漠甘泉 引领你今天的属灵生命走向完全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七节 一个军人到了年老退休在家的时候 最喜欢谈战场上的经历 也喜欢把他们的伤痕治给人看 我们也是这样 当我们到了天家的时候 一定也最喜欢述说神的良善 神的信使 神如何带领我们经过路上一切的试炼 我们喜不喜欢站在穿白衣的中间 听见说 这些人除了一个人 都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你喜不喜欢在那里 有人这样指着你说呢 一定不吧 今天我们能有份于患难 已经可以叫我们知足了 因为不久 我们就要头戴冠冕 手拿宗述制了 神不会到你身上去找奖章 学位文凭 他却会在你身上去找伤痕 一个属神的人 所能寻求的最光荣的训证 乃是因着侍奉而受到的伤痕 因着冠冕而受到的损失 因着基督而受到的耻辱 因为为主工作而受到的耗损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